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她是一位舞蹈家 上场有请 李先生好 你好 你好 天哪 飞的就出来了 对呀 她是独腿舞者李东丽 三岁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让她痛失左腿 从我们家出门口就是一条大的马路 也没有看着来回过的车就喊 妈妈 妈妈 一个车压过去的吗 对 也是一个酒驾的司机 一段红烧肉情缘 让她收获了完美的家庭 同样都是三块五毛钱的那个饭里边 哎 我呢就里边能多上几块肉 你去送她的时候 你就决定想跟她有点发展 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只要她能给我安定 我说我就愿意跟她在一起 广告之后 大王小王之身边英雄为您带来 独腿舞者舞动人生 你好 你好 天哪 飞的就出来了 对呀 请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来自中国最大的城市 辽宁的田里 我叫李东丽 欢迎李先生 叫你东丽吧 这样比较轻巧 叫东丽就有了动力 对呀 这是李东丽嘛 这个您这非一样的 您这腿也太灵活了吧 因为从三岁的时候 就是已经拄着这个拐杖 虽然她是我的身体的另外一个部分 每时每刻都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 任何地方去丢掉 她丢不掉 我特别想知道 假如没有她 你一个腿可以站得住吗 也可以 但没有她稳的 对 就是因为王老师 你知道东丽我看过她一次节目 有一次 我为什么刚刚在出场之前 我说她是舞蹈家呢 就是她那种状态 那种感觉 确实让人觉得 就是太漂亮了 太震撼了 谢谢 她第一次 这么激动 她头一回把你说得跟我一样 舞蹈家 我太幸福了 这样啊 我说那么多也没用 我们今天专门把沙发全部搬了下去 因为是要给东丽腾场地 我们要看一段东丽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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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太棒了 哎呀 太棒了 非常棒 哎 你觉着 你觉着像你这情况 会不会到了50出头的时候 就翻不了的呀 如果说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来讲的话 我感觉我能做到坐在轮椅上的前一刻 所以说王老师 并不是到了50岁就翻不了 你看人家那个全核全力 那比你都大多了 那小跟头翻的 你就是因为讲了一肚子囊肉 没别的 再不就打个键子 或者来个厕首饭吧 这个因为在这个场上 什么厕首饭什么来太多了 我再来吧 观众就觉得我就会这两下子 那你来个新的 帮我一个忙 我这 没玩意 女士 杜别杜别 祸狗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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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不会啊 来 我给你弄一个 来 来 来 扶着扶着 来 这谁又不会啊 来来 他这个也得需要胳膊的力量 对 我需要 你以为谁想上就能上去呀 我以为吧 我这个人有多的能耐呢 后来我发现他就是逗着我 跟逗猴似的 每天弄完以后他高兴了 不不不 要是逗动物 您真的长得不像猴 说实话 我长得像什么呀 你女士 不是 你觉得我长得像什么呀 就说动物 二哥好 二哥好 我看出来了 你们俩在铁岭时候就是一虎 是啊 我和汪芳嘛 已经生活了17年了 不是 等等等会儿 你跟他生活17年了 我和汪芳生活了17年了 不是你们家什么情况啊 你不会在一个床上睡吧 也17年了 不是我真第一次见他啊 真第一次见他 您的意思是说 我爱人也叫王芳 啊 真的吗 真的 算了 这节目没什么意思 这节目 你还是擦擦汗走吧 是吧 我们家的那位王芳 此刻就在楼上呢 在哪呢 导播了已经跟我说了 往下冲了生气了 有这么说的吗 你媳妇是干什么的吧 柔道 一般的话是属于六段 不是 那个你跟你媳妇说 我就是说着玩呢 是 她一般上来的时候 我就该撤了 你撤之前 你能保护我的生命安全吗 你 我我我给你擦汗啊 好说好说 哎呀妈 刚才在那过程中 我们刚看那个托马斯全学很难 我觉得这其实那个 就是这个这个很 空翻 这特别难吧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玻璃地 特别滑 有的时候弄不好会摔吧 也可以再单独的做两个 哦 哦 哦 哎呀 哎呀 不是她这个吧 就感觉她那个轻盈 特别轻盈 庄老师啊 对 在前几年的时候 就在没有任何就是活动的情况下 她可以连到发二十个部分吧 所以我们要听听东力讲讲她的故事 而今天她的太太也来到了现场 一会儿我们也会听听她们的爱情故事 好不好 李东立今年三十七岁 辽宁铁岭人 被称为中国单腿托马斯第一人 三岁的一场意外 让她失去了左腿 从小残疾 让她更加自立自强 十四岁开始学习杂技 十七岁被调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学习舞蹈 她自己说 如果不是小时候的那场意外 她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坚强 你的腿是三岁的时候出了事故吗 三岁的时候 因为我家是在辽宁铁岭的一个农村 小的时候 农村从我们家出门口就是一条大的马路 因为当时还有生产队 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当时我也听老人们跟我说的 就是当时正在等着秋收 在搁那个玉米 我母亲呢就到那个 到小队上去干活去了 当时那个她说回来的时候 特别着急都没有到队上去计公分 直接就是往家跑 就好像说有什么事似的 但是因为小孩子看着我母亲不特别亲吗 也没有看着来回过的车就喊 妈妈妈妈 就这样 一个车压过去的吗 对也是一个酒驾的司机 酒驾呀 对 它是汽车吗 汽车 那就必须得截肢 什么 它是从这压过去的吗 我现在就是我的肠肢的话 是离腿部的话 只有三公分多一点 等于基本上压干净了 对 基本上是干净了 现在这只留下了这一段了吧 是为了以后让我主管用的 那当时是因为医疗条件的原因吗 也有一部分 因为当时的话就是因为农村吧 就是毕竟来讲的话也都很封闭的 就车给我创完之后 就当时的话就是很多人就感觉这孩子已经 没有了 就已经死掉了 那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的爸爸的二哥 他一看一过来之后一看我这边还有气息在 嗯 赶紧的就是用了一个那个 就从边上一个邻居家 拿了一个大的那个棉被 嗯 放到地上 然后把我放到那个被里边 又把边上有很多那个 那时候都是沙石鹿嘛 把很多沙子啊 还有那个就压碎的这一块的所有的土啊 沙子全部都包到被里边 又到了我们县医院 县医院当时没有那个医疗条件 就是昌土县医院嘛 没有那个条件 后来直接从昌土县医院 直接到的沈阳医大 嗯 沈阳医大当时呢我也是说 呀这个孩子能保住命 我们也得是就尽量吧 当然妈妈肯定崩溃了吧 就冲火器事儿了 他们可能说也慢慢习惯了 也是慢慢习惯了我这样 就是那个小的时候 像我跟那个很多的儿时的玩伴们在一起 也是一样 他们也没有说把我当成一个残疾人 或者说身体有些不适的人去看 你看刚才他有个动作 我就看得特别危险 就是他是倒了以后 然后用这儿的力量站起来 这么倒了以后又站起来 他是靠挑的力量 对啊 这个是一个巧劲的 对那是巧劲 你打个比方来讲 要借力了 是在这儿 你要是自己这么去抬 他是抬不动的 是靠上手的力量 和脚传播的力量上去 我老担心 你这脚腕会不会崴了呀 这边是痛不到的 它是靠你自己的力量 还有一种巧劲的话 它赞然的是手机延伸 虽然童年遭遇不幸失去了一条腿 但是在东丽的人生字典里 就没有放弃两个字 现在他能自己骑摩托车 甚至开汽车 空闲的时候 他还会单腿踩20多公里的自行车 大部分事情 他都可以借助拐杖自己完成 很少需要别人的帮助 东丽的家 是铁领一家普通的农民家庭 那么 他是怎样走上跳舞这条道路的呢 当时看的就是辽宁新闻 辽宁新闻打了一个广告 就是当时有一个 沈阳的一个农民企业家 叫刘希桂 他创办了一个 沈阳西桂残疾人 杂技艺术刊物中心 因为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什么叫杂技 或者说什么叫舞蹈 他说学你去学杂技 我说什么叫杂技 我说爸 你问我呢 我问谁去 嗯 到这去看不就知道了吗 哦 你们都不知道 什么是杂技 都不知道 嗯 因为当时吧就是说 残疾人做杂技 在世界上都没有 嗯 就是应该是90年代初期 91年 那等于最早您学的是杂技 对 杂技估计那个拖上去扔砖扔砖 往下落的 P砖 P砖 P砖我是七块砖 啊 自己的灯板凳 灯板凳我以前是尖 哦 你是尖啊 就是你的顶 我是尖 像空中飞杠啊 排椅啊 排椅我是底座 我是拢六个人 所以我想王老师 对 刚才那些你都跟他 其实PK起来是很难的 因为确实这个不容易啊 但是你愿不愿意跟东力PK一下啊 这个平板支撑 你可以吗 应该没问题 可以试一下哈 来 准备 准备 排椅 这就平板支撑啊 王老师不能撑屁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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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好 现在我们下时间啊 差不多了吧 15秒 表情 看谁能撑到最后啊 你说吧 啊 你能扛着你就扛 我还认识 你能撑屁股不能撑啊 反正是19分钟你想吧 19分钟 19分钟 对啊 19分钟 19分钟我得认输了 那你说认输你就起来 大老师啊 一分半 一分半 变成这个也是蛮吃力的感觉啊 你一杯 王老师 一分半 您不是跟我说你在家能弄五分钟吗 你说的那是别人 一分半是我最高纪录 那不错啊 真好 这个他也很厉害 对 东丽太厉害了 来来来请坐请坐 1998年 李东丽创办了北京 我的梦残疾人艺术团 现在 艺术团已经有将近30位团员 2010年 在他的带领下 艺术团参加了 在广州举行的第一届 亚洲残疾人印度会闭幕式 精彩的演出力量 令世界为之动容 获得巨大成功 艺术团的成功 与妻子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大家要知道一个健全的杂技演员 说实话 那他练多少年呢 他很艰难 可让我们感动的是 他自己出来以后带了很多人 对 创办了一个艺术团 对吗 07年创办了 也是中国第一个残疾人 创办的残疾人艺术团 是北京 《我的孟参疾人艺术团》 《我的孟参疾人艺术团》 您是团长啊 对 是我创办的 那我采访了多少年的团员啊 好多的都是 对呀 你也早点来向我们报到啊 欢迎你团长啊 在这个背后 我听说你太太特别支持你 对不对 对 太太当时是你的舞迷吗 我们俩是在 九几年嘛 是在浙江的台州 我去演出嘛 完了那个 她也是在那边打工 就看了她演出以后 很轻 震撼也很意外 每当那个一吃中午饭 和晚上饭的时候吧 我们这个就是上上台去吃饭 每次吃饭我就感觉到吧 同样都是三块五毛钱的 那个饭里边 我呢就里边能多上几块肉 真的 你看给她气的 后来我就看了 谁家的呢 不知道是谁 无名英雄 当时我一看 不错 我说这要是成我媳妇多好啊 当时就有了这一方面的概念 完了第二回她去吃饭的时候 我推 我说 多加两块 她真的 加两块 就我决定跟她走进去的时候 包括我刚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就没有把她当了一个残疾人 我们在那演出演出了半个月 然后每一天你都去 每一天都去 她也经常去到那个我们演出的现场 我们也在那就是专门演学校嘛 一天要演六场到七场 每一天其实我们都都都都再见面 就是有的时候就聊了聊 我还问她 我说 我说你有男朋友吗 脸特别红 嗯 我说没有好 那样的一个小姑娘 肯定她都没想那么多 那这人怎么这样就跟我问话了呢 这样啊 这一段非常精彩 我觉得咱把太太请出来 咱们一块好好地讲讲这段爱情故事 好不好 掌声有请东丽夫人 有请我大爷的王芳 对呀 有请王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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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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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么漂亮啊 对呀 姚妹 你真叫王芳 对 刚才她讲到了 说你给人多盛肉啊 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 悄悄地喜欢上这个大男生 谈不上喜欢吧 就觉得挺挺崇拜的 到底是谁先喜欢谁的 相对来说我比较主动一点吧 来 帮她 必须的 你嘛 你跟我说 你先喜欢她的 对 当时就是刚刚刚还不 其实还不认识 只是看了演出而已 然后她去我们那里吃饭 然后就多给她盛一点 因为她们在那边演了有七天嘛 有时间也比较长了 我几乎每一场都去看 嗯 到最后两天的时候 我们也有语言的交流 就是感觉着人还不错 嗯 后来她走的时候也去送她了 是去火车站吗 没有 她们那个有 团里有大巴车 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大巴车 走了提院 她走了我自己 就全部自定地就流泪了 就你一天去送了 还是很多人都去送了 没有 就我自己 那当时团里人还不得都知道了 因为我的魅力 其实不用去说了吧 不还是打在我的石油裙下了吗 所以这个人烧包成这样 能碰见这么一个好女孩 真不容易 你去送她的时候 你就决定想跟她有点发展 对 对 问题是那个时候又没手机 又没有PPG 就你难受只能写信 对 而且打电话都不容易 写信 在我们俩就是能够就是 确定终生的 其实就是三天 嗯 哪三天呀 就是她这块你说吧 哈哈哈哈 因为当时家里反对嘛 然后就是家里就是 想着各种理由 想让我回家 因为她跟家里边说了 比如说妈妈生病了 或者怎么样 就各种理由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 就是说了家里这个情况哈 我说你能不能来接我 我就说你愿意 我们走在一起的话 她就来接我来 就是约定的三天 她给我家里边打的电话 嗯 我说什么我也不做了 我说最远的她 可能说就是我一生中的幸福 嗯 当时家里边其实也很反对的 嗯 为什么呀 这么漂亮的姑娘 我们离得太远了 因为当时家里边 怕咱们受人骗了 也就是说 你三天之后她要不来 你就得回家了 对 然后凌晨到的 对 凌晨就是晚上她到我住在那里 然后窍门一看 就背着一个包 然后穿着一个T恤 然后牛腿裤 就往那一站 就感觉 哇 当时 全是在长渡车上渡过的 对 我就一个用包上 一个熊包上去了 对 对 别感动 相当于就是第二次见面嘛 那 分开之后的第二次见面 你媳妇王方 嗯 你们家是死气白裂的不同意呢 还是就是说 你看着办吧 反正我们不开心这个事 一开始是就是 就是不同意 后来就是 因为我们认识别人比较长 然后我也会跟家来说她的情况 就她什么样的性格 有我们接触的怎么样 然后 我就跟我妈妈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我说那个 不扑吧 我特别能理解 我相信她那个时候 你知道这样的决定往往是 跟你走伤害父母 因为就是在我们家周围也有很多健全的人 就比如说 结婚了以后 也不能说给妻子很好的生活 或者很好的照顾她 或者给她一个很安定的一个 一个婚姻 但是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只要她能给我安定 我说我就愿意跟她在一起 我就能想象到那一年中 就是隔一段时间 你是多么期待接到她的电话 所以每次有人喊王方电话 你可高兴的吧 对 就是除了上班的时间 就正在忙的时候 就知道如果在单位 就几乎就是在电话旁边 有时候我老觉得 那个年代的爱情特别美好 想想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联系 那样的一种情感 今天我们回想起来 那个才是真正的一种美 那种期待的过程 那种心跳 那种我说我等你三天 结果你真的就在第三天的凌晨 第四天的凌晨来了 那种心跳 那种状态 我确实觉着 是现在我们这么通讯发达 那种东西带来不了的 她给我打了 打了我电话之后 我就认定了 就是她了 就是她了 那最后怎么说服双方父母的 就我妈妈听了我那句话以后 我妈就不再说什么了 因为后来就是她去我们家 又去我们家了嘛 后来就是家里不再反对的时候 就是我妈妈就跟我 跟她说了一句话 就说 你们就是以后的生活条件 怎么样都无所谓 但是你要对我你们好 完了我一路反顾的 下架到他们家了 下架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知道你经历过很多的不容易 对不对 你告诉我经历的最大的艰难 是什么时候 在事业上 其实在事业上最大的艰难 就是我在07年 用自己全部的积蓄 把我前些年就说自己做演出 说攒的将近100万 我全部投到了一手团里 她没有反对吗 因为她比较尊重我 就是因为我 因为从14岁我介绍这一行 我就爱上这一行 我就特别特别 就是喜欢舞台 不管是在舞台上一个观众也好 一万个观众也好 我都是一样的去面对 都是一样的对待 问题是我觉得 你把100万投进去 会不会当时没有经验 当时经验还是很少 嗯 在08年的下半年 就有点滑落了 嗯 就是可能说 那就是有的一些 在外边去做演出嘛 因为你还得联系演出啊 需要经纪人啊 方方面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都是由我自己一个人去完成 但是那个时候 你最大的艰难 来自于经济的压力吗 经济的压力 有一段的话 其实在09年初的时候吧 就过年的时候 我们只买了 好像100多块钱的那个炮竹 就以前每一年的话 我特别喜欢 一到过年的时候 买很多的礼花 来来享受一下 这一年自己的生活 当时那个就是说 过年30的时候 我我就买了就是 不到一百块钱的呀 那说明经济 已经到了底谷了 已经到了底谷了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 你没有放弃 因为有那么多人跟着你呢 当时那个 我爱人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只要你想做 咱家不还有房子呢吗 我说放心 房子咱永远不能去动它 因为它永远是我的避风港 我特别为王芳和东丽高兴的 不仅仅是因为东丽现在的成绩 现在这个艺术团还在做吧 现在做 现在没说 经过了一段低谷吧 就是从10年开始 我的团已经良性循环了 我刚才想说的是 更让我感到骄傲的是 人家培养了俩特别优秀的儿子 今天两个小伙子都来到现场 掌声有请 有请两位 你好 你好 哎呀你听我劲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李俊杰 对你可以放开手了 谢谢 来这个老大你好 你好 你好 请坐 还有舅舅呢 那是舅舅 爷爷爷爷 爷爷问个好 爷爷好 你觉得叫爷爷合适呢 还是叫大爷合适呢 你叫他什么 你叫他什么 叫姐姐 你叫他姐姐 叫我爷爷 你觉得合适吗 因为更老些啊 因为你更老一些啊 因为你更老一些啊 你看我哪儿老啊 因为你头发 我头发怎么了 我头发怎么了 红 红 红 对啊 那你也应该叫我红大爷啊 你怎么叫我 爷爷呢 嗯 红毛爷爷 多么痛的灵孤孤 你曾是我的全部 你就要火了宝贝 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好 来来来 有请红毛爷爷请坐 太惨了 最后混个红毛爷爷 再介绍这个小小家伙 我们印象深刻啊 介绍一下老大 刚才我们对父亲觉得很赞叹 小伙子您起立一下来 我怎么称呼你 叫我俊男吧 刚才那个王老师说他很厉害 他可以手托起来倒立 但是需要别人服 你可以吗 我我只能倒立在墙上 也就是说你没有爸爸的功夫 对不对 那你很敬佩爸爸吗 对 你现在今年多大年龄 我今年十三 十三岁 你现在是在哪里读书 我在北京舞蹈学院 哦 北京舞蹈学院 是舞蹈专业吗 对 学舞蹈的吗 对 倒立都倒立不了 你不给阿姨 不给靓女长的那个脸呢 舞蹈不学倒立 嗯 舞蹈我们学的是这样 我们学的是这样 你会跳小苹果吗 他刚刚是专业芭蕾 对啊 你是专业芭蕾 哦 是专业芭蕾啊 哎呀 要是专业芭蕾 那咱俩是同行 是啊 我 我就小时候我看 嗯 我就是 那个小伙子 你会跳芭蕾舞吗 会 会 是吧 王卫念老师也会 他当年呢 就获得了四小天鹅 全国的那个冠军 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 跟他合作一个四小天鹅 四小肉天鹅 啊 啊 随 即兴的 随便来两下好不好 要不你也凑一只 我可以啊 真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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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唱 妈妈唱 对 一 二 三 走 召唤 哎 这四只大胖天鹅 不行 根本没展示出来你的优势 你真的学芭蕾的吗 你有给他来一段芭蕾 谢谢大家 这个 这个小宝贝啊 来 请坐 哎呀 我看出来了 他们俩性格完全不一样 这老大学舞蹈 这没问题 这老小你得交给我 这将来是以喜剧材料 对 啊 要么交给潘长江 要么交给我 当然了 你要是交给潘长江 有一个好处 就是跟他教学的时候 不用不用踩凳子 小宝贝 你哥哥刚刚跳得怎么样 还行 可以吧 可以 阿姨要开始采访你了 要实话实说好不好 好吧 来坐我身边 来过来 妈妈和爸爸 谁在家里厉害一点 啊 那我想一想 谁对你凶一点 都差不多 谁揍你 谁揍你 没揍你 应该是我揍他们 你揍他们呀 你在你们家老大呀 嗯 其实今天请两位小伙子来 我们会发现两个韩子 性格完全不同 对 老大安静一点 一个像妈妈 一个像爸爸 也没有 老二像爸爸 老大像妈妈 你看不出来啊 有点啊 但是我小的时候 是 你们怎么把这个老大 培养的这么棒啊 考北京舞蹈学院 那很难考吧 嗯 对 从三岁的时候 就开始学 跟爸爸学 嗯 像哪个字 一方面是 就有时候 爸爸会跟我指点 然后 基本上就是上业余班 哦 那你现在上了舞蹈学院了 开心吗 开心 特别开心吧 期待你好好学 接下来咱就让这个 我们的俊男啊 给他张扬一次 今天来这里想送给爸爸一支舞蹈 对不对 对 是算给他的汇报吗 我就想用这支舞蹈来 诉说我对爸爸的爱 诉说对爸爸的爱 对 也就是你其实非常感谢爸爸 对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小俊男的 对爸爸的一支舞蹈的感谢 好 老爸 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你还过得好吗 老爸 记得当时我离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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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目送没说什么话 老爸 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 虽然李东立只有一条腿 但是他用拐杖做支点 用单腿画出了圆满的人生 他自信执着 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他幽默风趣 收获了爱情和美满的家庭 他给无数残疾朋友们 带来了正能量 李三长这个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 事业性的人 而且这个非常有热心 有爱心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在生活上 各个方面他给了我们 很多很多个窗户 所以就是说 我们是 从心里边 由衷地 挺感谢我们李三长 当初我是一个正常人 有了病之后 人特别自卑 不敢见人 也不愿意跟别人说话 后来来了这个团之后 一看 这团长这种感觉 再看看自己 好像就是慢慢慢慢 就是忽然就开朗了 人家也是个残疑人 咱还没有 咱还是 还有两条腿 咱也是残疾 但是他还没了一条腿 咱为啥也 非常这么窝囊的活着 比起一个活着 我觉得我们团长 特别养光 我们团长 从来不把自己 当作是一个残疑人 这点很让我正疑 李东丽创办的艺术团 名叫我的梦 希望每个残疾人的梦想 都能够实现 本节目由毕生源东方茶树 功能好茶 独家冠名播出 每位来到现场的嘉宾 都可以获得由 毕生源东方茶树功能好茶 提供的礼品一份 本节目奖品由 动脑不怕累 盼盼核桃会 特别提供 我想请你原谅女儿 她年仅十九岁 却命运多舛 历经坎坷 因为她离开我的时候 我才六个月大 她非常的悲惨 也就是说 这不是你亲爸爸 她是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 最年轻的评审员 却因网恋 接连两次高考实力 今年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 我们很丢人 从郭家南南一对 查到四对 没有这个人的信息 就是在骗 她就是个十足的骗 舞蹈让她与她结缘 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冷不丁的进去之后 还是觉得非常尴尬 很少出我的卧室门 没有花了一百万 七八十万是花了什么 究竟是怎样的一份情感 让她重拾生活信心 我有两个爸爸妈妈 这些年 一没消敬我爹我娘 二没有给我儿子 提供一个好的好点 敬请收看下周大王小王之 身边英雄 我的特殊舞伴